好 我們看到在現場的最新現場是屏東的角頭丫頭 那麼他今天舉行了告別式 從今天五點開始活動 現在目前要來進行的是在公祭的部分 可以看到現場周圍有相當多的黑衣人 都是他的陣頭兄弟 預估是超過了上千人 也因此警方在今天是嚴正以待 那麼我們先看在現場警方的一個警力的部分 總共是出動了271人 其中你可以看到呢 包括了他是分成了三個零檢點 第一個零檢點是看到在這個現場 有很多的超跑勞斯萊斯 那麼所以在這個裡頭的每一個駕駛跟乘客 都必須一輛一輛的下車之後來做零檢 而且是用這個臉部辨識來確認 有沒有前科以及來的人到底是誰 先來做第一次的一個了解 接下來到了第二個零檢點 是他們走進來的一個部分 第三個零檢點是在這個告別式的這個現場 還會有這個霹靂小組 全部是全副武裝再做一次的檢查 之所以會這麼的嚴格 就是因為這個丫頭她在8月15號的時候 在高雄的左營被槍擊 而雖然在當天這個槍手她就主動的投案 她說是因為三個月前 他們在大赦的一場欠債50萬 而這個丫頭她不還 所以才會來做這樣子的一個槍擊 但是警方是不相信的一直在追幕後的一個長徑人 不過你可以看到到目前為止其實警方都沒有辦法來完整的做一個破案 主要是因為這一個槍手她即使被借題訊問 她都是完全的不發抑鬱 也因此現在只能夠從這個監視器還有從這一個通聯來做了解 而你看到在今天警方也相當的擔心會不會有比較多的一個公開的活動 要求他們不能夠穿這個社團的衣服 而且不能夠有聚眾的一個情況 這是我們看到在現場的情形 再把鏡頭交還給朋友內